面對族群問題,要以包容多元,來取代歧視和刻板印象 到這個我突然想到,你說徐春英是共產黨,你還沒道歉過咧 就是 我找他,是因為他是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 他幫助過很多在台灣的外配家庭 被家暴的,精神虐待的 如果不重視他們的聲音 影響的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台灣的家庭 我不是說了 那種社會的弱勢者好 不是施捨不是憐憫是保護自己 為什麼 你現在不照顧他 他十年後二十年後就是那些強姦犯殺人犯 你們還說我歧視弱勢 難道你們為了打壓柯文哲 寧願看著校園悲劇重演嗎 不管這個孩子是不是真的弱勢 我們都無法否認 有家庭問題的小孩犯罪機率比較高的事實 我明明知道會被你們抹紅抹黑 當初還是去請義徐春英 就是希望減少這些問題家庭 希望讓台灣台子有更安全的校園環境 國中畢業沒有繼續升學的人 他後來吸毒的機會是99倍 後來我就全部把他列關 賴清德 你敢說我不愛台灣嗎 徐春英幫助外配的同時 難道沒有幫助台灣社會嗎 難道你選舉的時候喊兩聲看中保台 就可以彌補台南犯罪率 是12.7%全台最高事實嗎 你不幸可以Google關鍵字 台南犯罪率 原籍中國江系的阿芬 是遭到丈夫家暴以及重婚的受害者 婚後徐南露出本性 不但動著把阿芬當沙包打 還把他當下人使喚 叫警察啦 我就是警察啦 不行燒泡 我是警察 湯啊 不想燒泡啦 我只會跳舞而已啦 我真正的88年開始跑派出所 主大 我在派出所看到的全部都是魯沛 你知道為什麼 被抓去 家暴 對啊 打老婆 然後這些男人到派出所去 打完老婆繼續幹 我看到這些魯沛然後躲在那邊 然後眼淚對著我婆說這樣 我就覺得 他媽的為什麼人家離鄉背井來我們台灣 我們要把人家打成這個樣子 我講到這邊的時候阿伯看著我這樣 柯文哲這樣看 我說你幹嘛 你繼續講 他聽懂了耶 他很少專注你知道嗎 他這個人他亞斯伯格 然後加上他腦筋又很快 我覺得徐春英很會狡辯 柯文哲很會閃躲 就是你講 就開始操 我看柯文哲 柯文哲拿筆的時候就認真的什麼 重點是他孩子在他旁邊 這個孩子從五歲六歲開始 他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徐春英也很有可能是上海統戰系統 最熟悉的大陸媳婦之一 你的女兒 嫁到澳洲去 比台灣高吧 收入也高 你會覺得我女兒嫁個好地方 女兒每天打包 我在澳洲都很照顧我 他會跟你講說我在澳洲幫澳洲 澳洲那個男人打手槍嗎 不會 他會跟你講說我兒子現在正在豬圈裡面 跟豬睡在一起嗎 不會 你到底有沒有接受統戰 對不對 你都沒有掌握嗎 還要李正好來爆料 每次要回台灣看你這個爸爸的時候 他已經跟他孩子講 等一下回去跟阿公 要講我們在澳洲過好日子 然後我一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他是台灣人嘛 他已經是 他已經綜合國際 你怎麼會把陸佩講成敵人呢 所以他孩子從五歲六歲 一路活在謊言 他整個人生錯亂多少年 我跟你講我想到這裡是阿伯哭 柯文哲欸 不是他沒感情的人啊 他就看著我然後一路看著我 然後就開始 我 怎麼會這樣 民眾黨所提名的中國籍 而且具備的共產黨經歷的 徐秋英女士擔任 部分區立委的話 一旦進入國會 他是可以監督國政審查預算 而且還可以接觸到 外交國法最精密的文件 今天如果 讓徐秋英女士進行 新北市國中生割警案震驚社會 被漢男同學裝上葉克摩搶救人 不幸離世 曾經教過他的神科老師 首度發聲在臉書上寫下 常常一篇文章 內容充滿不捨 我知道很多次我們的姐妹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去姐妹 她門打開 就抱著我哭 她說她媽媽走了 她回不去 尤其在疫情這個三年當中 有很多姐妹 沒有送爸爸媽媽最後一程 所有的陸配來到台灣 都是把台灣當著她自己的家 從來沒有對台灣社會 做成一些對台灣社會不利的事情 連副總統賴清德先生 都公開的指控 我是共產黨員 再次在這裡聲明 我不是共產黨黨員 我連共青團都沒有加入過 如果讓徐秋英女士進入國會的話 一旦跟國民黨的馬文軍合作 那台灣的國家安全就可以先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搭配 也許可不可以